2021年10月虎豹潭落水意外 造成6人死亡的案件 也再度提醒了社会大众 瞬间暴涨的吸水是多么可怕 像这样因为吸水暴涨 而惨遭冲走溺壁的案件不深枚举 通常都是人一瞬间被冲走 但曾有这么一起案件 4名工人受困在溪流中央 长达3个小时 跟在全国媒体的转播之下 烟蒸蒸地看着他们从秘顶到被吸水给冲走 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红色封锁线 这回时空背景要来到2000年7月22号 当时是礼拜六 再加上正值暑假期间 天气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炎热 而夏季的台湾南部地区 很常在下午的时候出现短暂雷震雨 这瞬间的降雨量都非常的大 而这一天 嘉义县山去了一场午后大雨 导致山洪瞬间爆发 但就在半路乡五凤桥下游 第五河川局 正派人进行河川固定工程 此时巴掌溪的溪水已经开始上涨 工人察觉有意 原本想先避难 没有想到雇主竟然逼迫他们继续上工 避难的第一时间已经被延误 此时溪水开始暴涨 八名工人急忙要涉水回到岸上避难 但其中的四名工人 因为赶着收拾工具来不及离开 就这样被困在了巴掌溪的正中央 任由湍急的泥水冲刷 而这起意外传出之后 各家媒体以及工人的家属纷纷抵达现场 电视台更开始全程转播连线 而此时无助的四人害怕被吸血冲走 他们只能互相拥抱在一起等待救援 但人命关天一刻都不能浪费 而四名工人却怎么样等 都等不到有人来救援 现在到现在好像都没办法救 四点五就救了 救一救救了 四点五就一直救一救 四名工人受困的时间约莫在下午的四点半 而当时意外发生之后 工地主任郭庆生就拨打电话报警 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有热心的民众看不下去 他打着赤膊拉着绳索下水试图救援 但无奈吸血实在过于团急了 无法成功救援 而随后消防人员到场 却发现以现有的设备 根本无法让四人从吸水的正中央脱困 这四个都在那里没卡路 他现在这边200公斤都没落过 现在都没卡路 现在最大了 那六个人 就我担着就可以了 爱与消防队现有设备 再加上吸水湍急 没办法有效地进行救援行动 消防局赶紧请求国军搜救中心的 海鸥中队支援 没想到这通电话之后 就再也没了后续 似乎经济电话根本就没有拨过一样 而此时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七点 四人在溪流中央已经坚持了将近三个小时 但立足点是越来越狭窄了 暴涨的吸水从原本只淹到脚踝的位置 直到现在几乎灭顶 连想要呼吸都非常的困难 而工人们的体力和精神状况 已已经抵达了极限 四人就这样在皱目睽睽之下 遭到泥水冲走 消失在溪流当中 竟然就在眼前被吸水给冲走 这样的画面 让一旁守候的家属大受打击 明明就在眼前 但却没有办法挽回家人的性命 除了悲伤 无能威力以外 脑海中也不禁浮现了一个疑问 明明早就打了电话 为什么迟迟登不到救援呢 就摸了媒体 都看到这个人在那边挣扎了 他知道政府发言都没有长眼镜吗 别人都看到了 他看不到 他只能坐在办公室里面吹冷气 他真的看给我吧 我相信电子没力 电子在那边都会出来 我爸就站在那边 四个人站在那边 忍在救援 就救援的人员 是好 大家连进去都不会用 这个社会造不出了什么问题 消防队员的这一通请求支援机电 到底打去哪里了 又到底打给了谁 怎么会完全没有消息呢 在处理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 没有向空警队或是台欧直升机 台欧部队 国际协调中心来请求资源 那么我们直接就向嘉义县消防局来做 请他来做救进 为了争取死效 所以我们请他做救进的一个请求 这是一个适当的部分 原来嘉义县消防局先是打电话 请求消防署的支援 但消防署并没有立刻通知空援单位 而是让消防局自行寻求警方与军方的协助 以至于延误了将近32分钟 请求消防署支援不成 只好转而自行向海欧部队求援 而海欧部队则是依照规定 要消防局先向国军搜救中心申请 实施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6点10分 四名工人受困的时间已经将近两个小时 而国搜中心虽然接到申请 但他们却表示 海拔2500公尺以下的搜救 是归在内政部警政署的空中警察队负责 而下午6点57分 消防局只好再转向空警台中分队 但空警队却认为从台中飞往嘉义 实在是太花时间了 要请海欧部队救进支援 但海欧部队的直升机升空得热机15分钟以上 当时也已经超过了执行的安全时间 所以消防局又再次转往空警台中分队 这绕了一大圈 空警台中分队终于统一救援 但就在电话一来一往的同时 7点08分 直升机才刚起飞没多久 但四名工人的生命已经消失在滚滚泥水当中 在得知自己的亲人竟然是因为各单位的互相推语 而沿荡了关键的救命时间而丧命 愤怒的家属前往空军基地 拉起草菅人民的白布条 对海欧救护队发出了最悲痛的抗议 而嘉义基地则出面与民众沟通 说明当时申请搜救的时间和程序都不对 担任整个战备上的搜救任务 也就是担负飞航情报区里面所有的飞机船舰 当它发生危难的时候执行这个搜救任务 至于民间的任务并不是海欧部队他担负的 以昨天这个状况来讲 他这个消防队他申请的时机不对 申请的这个程序也不对 不仅各单位互相推皮球更夸张的是 当下媒体透过连线转播 全国都知道这个消息了 但身为中央的行政院甚至连消防局长本身 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件重大的意外 而行政院长唐飞甚至到了隔天的早上七点 才知道这事情大条了 但是因为是周六事件一直到周日 24号才引起高层震惊 行政院长唐飞说他22号晚上在家里批公文 没有看新闻 到第二天早上才由新闻局长告知 知道这件事 行政院长这么晚才知道这么重大的事 已经是匪夷所思 总统府说他们当晚就知道 但是考虑全责没有干预救灾 说法相当特别 那天晚上我们就知道这个讯息 那我们想 对我们想这个行政院应该 这方面又有当纪律状硬定的 很好的一个处置 所以我是特别提到 总统是尊重体制的人 他不便每一项都下达指示 我们警政署跟消防组给我的通报非常晚 一方面就是因为我参加活动回来到家里 我没有去注意电视 而国军搜救中心呢 当下虽然有接获到申请 但他们竟然以为事情不严重 而这个理由也令人沉默结舌 我们整个国军搜救中心 他是在一个洞里面 他对外界来讲 如果没有人通知他 他是不知道的 你能想象吗 在当时的恒山指挥所 在山洞内竟然没有架设有线电视 根本没办法追踪重大的新闻及时报导 而像这样互相踢皮球的言论 到整个政府救难系统松了螺丝 宛如没有运作 这让当时的在野党 以及外界大力的抨击 是政府失能 要来报告的国防部警政署及消防署 厘清责任 不过听来听去还是在互相推诿 警政署也立定了在2500公尺以下 2500尺以下 是由警政署的职机来做 我们是有分开 那你讲的话也矛盾了 这个规定 你这个规定是人定的还是租定的 我就这样子质疑 结果不幸的事件 是这样子的一再重演 不但让在野党 大力的操作批评政府的失态 也让民意整个炸锅 网路上就出现了一张照片 用合成照的方式把四名工人的人头 批图成了当时的政府总统 沈水扁 吕秀莲 以及行政院长唐飞 中研院长李远哲 讽刺的指出 如果今天换成了高官 救灾体系的效率 肯定会截然不同 借此讽刺 救灾单位推皮球的行为 根本就是视平民的生命如草芥 而愤怒的民意也涌入了总统府的网站来洗版 网站洗这个事情非常难过 也非常遗憾 现在已经有行政院院长正在处理当中 行政院院长特别对国防部跟内政部 有关人员对这方面的一些疏失 要做严格的追究 责任当然应该追究 但眼下的当务之急 是要把失踪的刘志 刘梅贵 杨子忠 以及林中和等四名工人给找出来 生要见人 死也要见尸 那我看看把我妈妈找到之后 我们把事情都处理完 所以我看国家能够对我们有所补助 或是帮助 对我们以后的生活 看是不是能够怎样 有所帮助或是怎样 因为毕竟我们生活资助已经不见了 往后日子我也不能想象说能够怎样 只能希望十二年生能够多做帮忙而已 直到接近中午 救援人员在军灰桥下游五百公尺处 找到一具男性尸体 由于尸体深埋在沙中 救援人员动用了好几人 总算将尸体运出 根据救难人员表示 死者是现年六十八岁的林中和 意外发生后的四天内 四名工人的遗体陆续被巡获 但因为下游树杂草丛生 又有大量的淤泥 一度让救援行动聚爱难行 现在前面那边有一堆木板 木板还有工具 然后就怀疑说这附近可能 因为那个木板跟工具是跟着主人的 然后想说应该这附近 然后就闻到味道 闻到味道就冲过来看的时候 就发现到这个遗难者 希望各大的人出来帮忙协寻我的父母亲 找到能找到为止 别说做到一半就冷掉了 发生到现在了啦 各大的人有打线出来帮忙协寻的 找多久了 还有谁肯出来扛责任 原本一个很好的家庭啦 变成现在这样子 我们又怎么生活 我在当兵耶 我地里面又在读书耶 我们怎么生活 刘建辉的父母当时正好都受困在巴掌膝上 夫妻俩双双与命 而其他家属也不好过 因为言真真地看着自己的亲人丧命 这股悲伤与怒火 逐渐转向前来慰问探访的中央高级官员 我们台湾人在那里董两点八千五十九四个人 我早里都相信啦 说我这么多月把他们放下 我才不相信 是啦 我才会很困惑 我才会很困惑 救难 救灾通通慢慢拍 事后才来争先恐后的关心 也早已为时一万 但责任到底谁来扛 还是得算个清楚 而晚了一天才知道发生意外的行政院长唐飞 并首先向全国道歉 我本人在这里代表政府 因为没有能够有效地达成救援的工作 向社会和国人致歉 凡是单位有失职的 立即加以严厉的处分 有关法令规程规章 全则不清楚的 要通盘地检讨 采取立即改进的措施 但这起意外最为人诟病的地方 就是相关搜救单位的TPC行为 明明人命关天的事情却当作在披公文 也难怪引起了社会大众的不满 而唐飞也对此作出了解释 军救难中队虽然是离开危难的地区 是最近的一个地方 但是他不晓得这回事 他们一直到下午六点零几分钟 才接到通知 他有个规定是不能够在晚夜间来作业 因为他只是白天目视作业 这是他们说的规定 不管是空军或者警察 不能够接到一通电话 说现在我在什么什么地方 你就来救我 我也没有任查证 你的确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就常常接到民航机上面放个炸弹 结果折腾多少人机 唐飞强调整个体系分工还是相当的重要 其实他讲的也没有错 如果每次遇到事情 各单位都不管规定 随意的愉悦直权 那恐怕会造成更大的混乱 尤其像这样的救难工作 让外行指导内行本来就要不得 但这一次的救难行动 本身在决策面上 以及各单位的沟通出现了大问题 这也让监察官和监委开始介入调查 上机场离现场非常的近 非常的近 只要起飞的时间不过几分钟 不然当时的天后已经是傍晚 但是因为这个航程非常的近 我想应该可以做一部分的救资才对的 但是我们觉得非常讶异 在台湾现在资讯这样发达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这些相关的单位 延大了时间 也不能做非常快速的反应 怎么会延迟将近三个小时才派出直升机呢 各单位回报的时间点都有出入 这也成为检察官搜查的一大重点 最重要现在时间点上各方面讲的都是有出入的 另外一方面台北方面的海欧的总部的部分 还有消防署部分 我们还必须要继续查证 另外有外传海欧部队在接获消防单位的报案后 部分队员在喝酒还顺手将案子推掉 置事不理 检察官也表示将会调阅通延记录降加的查证 海欧部队这边有分当时值班情形的了解 以及取得当时值班的资料 检察官是没有讲说他不受理也不承报 而且大家还记得吗 在前面我们曾经提到消防队有先赶到现场 发现现有的器材无法救援 才拨打电话请求支援 但检察官发现事情似乎不是这样 检察官也实地测试了消防队认为 射程不足以达到四名工人站立点的抛绳筒 结果却发现抛绳筒的射程根本就不是问题 如果当时及时运用 或许他们还有活命的机会 大家如果有在现场看 是可以抛出去 至于有没有输出我们继续来研究 到底谁有问题 哪一个单位实职 谁有应该真正的负起责任 实职上的职务缺失 包含警政署长 消防署长空勤队长 以及国防部的作战次长 登司三人分别遭记大过 消过等不等的成熟 而真正具有实职救灾能力的 国军搜救中心海欧中队 以及警政署的空中警察队 皆归中央政府管辖 因此舆论全力的谴责 民进党执政的中央政府 而行政院长唐飞决定下台辞职 但新政府才成立不到几个月 如果行政院长下台 势必被面临内阁总辞等等的问题 因此当时的副院长游锡坤 一肩扛下了所有的政治责任 代为寝司 替即将面临的政治风暴 暂时划下休止符 八掌戏事件涉及刑事责任的人数众多 包含消防署勤务中心 就被指出拒绝申请指申其救援 空警的台中分队也被怀疑 拒绝执行救灾和卫造文书 嘉日县消防局的两名队员 以及包商张永辉 还有最初搭电话报警的监工郭庆生 各别医废食之物 卫造文书 以及过失之恩于死罪起诉 不过全案除了要求继续上攻 不准撤退的包商张永辉 二审被判刑两年 换刑三年确定以外 其余人虽然最终都是无罪 但这些官司也打到了根四审 才确定了判决结果 由于台湾的灾害防救体系的规划和举行 一直都没有法源基础 虽然灾害防治法在意外前三读通过 但八掌溪事件却显示图有法令 救援体系却无法有效地运作 写对直升机实地操演水空救人 完全就是模拟八掌溪受困事件 曾因就在不利而叠交的游回全程参与 行政院没有孙昏过去现在 反正行政院过去没有做好的 我愿意在这边向大家表达 我们都歉意 国军搜救中心从2000年7月24号 也就是意外后的两天 提升至了行政院的层级 并改制为行政院国家搜救指挥中心 建立了意员化的救灾体制 借此导正指挥系统混乱的情况 也避免像这样的情况再度发生 而国内第一支消防署空中消防队也成立 为行政院的救灾体系开启了新业 2003年再改由内政部消防署 负责幕僚的作业以及承接任务 当然分工与体系逐渐的完整 是我们所乐见的 而当年其实有一篇社论就提到了一点 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 并不是表现行政当局 如何有效地捍卫股市 或是如何摆平统筹分配款的纷争 而是表现在寻常事务上的处理机能 而救难正是这种治理机能 最最基础的考验 这20年前的社论 摆到现今仍然值得我们的思考 以上是这次的故事内容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是蔡炳宏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